我平常的興趣就是會看Discovery跟動物星球頻道 像是因為在Discovery裡面有一些介紹機械或者是汽車建築之類的節目 就是看著看著就會讓我對物理這方面的興趣更為濃厚 所以也更加堅定我以後要走物理這方面的這條路 我覺得讀書是一件需要堅持的事情 不是臨時報佛教就可以達成 像我就是從國中的時候每天就是都會有固定的時間讀書 一直到高三都是一樣的持續者 所以我覺得這樣子對我的課業幫助就很大 而且我覺得評語的環境就是非常的好 大家相處都很和睦 然後在班上一起就是相處快樂 然後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互相解答 然後問老師這樣子就是相處很輕鬆 也不會有一些負面的情緒或者是關係這樣 那讓我的成績可以維持在一個階段